不要以為白天就不再猛鬼實錄 可是這邊好冷清喔 怎麼會這樣啊 只有我跟你耶 搞不好不只我跟你啊 妳不是有一次在網路上跟新梅姐一起錄的 第一次講個故事 妳單獨個人那一段單獨的影片 是我們那個禮拜的女人 我最大的臉書FB的點閱率貫注 點閱率超過27萬次 OMG 可是代價是我上吐下氣的送音樂集結 跟觀眾都見識到妳的實力 不過真的太誇張了 就是 欸是怎樣啦 我有給妳們製作費 人咧 其他人咧 沒看到嗎 在哪裡啦 還這邊有人嗎 現場 難道是妳後面嗎 有有有有 張克林 我今天看妳進來的時候 眼神就很難看見鏡頭 我今天一整個不順 要上來錄影的時候 我明明記得是12樓 但我怎麼會按到4樓 妳看這個4 我就是死掉的死耶 你們這是一種迷信 各位你們覺得 你們自己的迷藝提示 那裡有可能會有問題嗎 因為我是拍都市傳說的嘛 對 我一開始其實 還沒什麼感覺 去到那種地方 你為什麼會想拍都市傳說 這點我很好奇 因緣忌諱吧 那個時候去泰國嘛 哦 對 然後就聽說泰國的鬼特別恐怖 嗯 特別兇 想說試試看 在泰國玩前先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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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還好 一玩那個錢真的就動了 呃 我們問他那個時候的問題是說 我朋友 靠近才會被落榜 對 嗯 或者他會被落榜 啊回去果然驗證 他的確是落榜了 那那部片也因為這樣子就很多人看 因為這樣我就一直去探險 嗯 那探到現在也差不多 三年多了 哇塞 對 感覺我的體質 它是漸漸的 可能我到那種地方之後 我就有一點會 打嗝 然後一點點想吐 頭暈 是還沒有看過 但是 我是有這樣子的改變 你有這樣打算 就循序漸進 有這樣子的改變 對 我不希望 看他 哈哈哈哈 這個就這樣 好有機會 對 小偉哥 還在喘啊 小偉哥感覺整個人不在這裡 我今天好心神不寧 你本身有敏感體質嗎 小偉哥 以前有 可是我不想提 我覺得你越提 可能他就越會早上 對 然後我們家以前是賣古董的 舊耳文那些古董 都有很多故事 可能就是因為家裡面的關係 所以我自己也會去收集那些老的東西 嗯 對 然後我還會收集 發生事故的飛機 我是飛航名 我會去收集 我會收集 就模型 你懂我說的意思 就是那些私事故 對對對 收集完之後 表上有的時候我就會做夢 嗯 嗯 我覺得夢到 你在外面 然後看到那架飛機失事 你會被嚇醒 會哭 因為看到小孩子被燒 或 哎呦 你懂就是 我沒有在那家飛機 可是你就在外圍看 那你是收集之後才發生這樣的事嗎 對 收集之後 那你還這麼給 你沒辦法 你就是喜歡那些古董的東西 然後我今天特別的心神不寧 對 他身體也不舒服 在冒冷看那種感覺 而且這一個禮拜 我接到通告到現在 我的工作都不順 那 無尊呢 那講什麼他就不會啊 對啊 你這樣不為生氣 哈哈哈 你旁邊在那邊真心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靈異體質 在差不多四年半前 四年半前 接拍了一個節目叫 桃花把好兄弟回來的 我們就會去鬼屋探險 最一開始其實真的蠻害怕的 然後 也沒有什麼太多敏感體質 拍到後來第三年 第四年 慢慢我可以 我沒辦法看到好兄弟 可是我可以感受到這邊的磁場 或氣場對不對 那唯一大師 你叫大師 我起雞皮疙瘩在講 你有沒有講故事耶 你有沒有講故事的感覺 我們才剛開始錄 我們應該算是蠻早就已經開始 周圍感受不到 時常對不對 或什麼 因為 我也之前跟吳祖英 一起出過那個外景 他也知道就是 我在現場會 肝嗚或是什麼的 有些感應 但在前兩年就很奇妙的 像是在臨界的感官 被開到更大 不像陰陽眼 直接看到 但我還是可以看到 那我們這次評選方式 也比較特別 嗯 有兩位 謝謝今天講的 來擔任一下 就是看大家講我們的故事 就是誰的故事 會讓你們最有滿 我們是感應系美少女 對 那潛小瑜跟謝欣浩 剛剛依照大家講的 就是他們的問題 你們決定一下 就是等一下分享故事的順序 無尊喔 好啊 你先分享一下你今天帶來的 其實這是我 不是啊 但是我真的曾經 不是曾經啦 就是 現在 還跟在我旁邊 我可以說嗎 可以喔 他OK嗎 我曾經在大園出過一個外景 廢棄的三合院 三合院它是直通的 對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門 直接直通過去 然後有些沒有關 有些沒有開 我就從門縫當中 我就看到 好像一個女生 穿著藍色洋裝這樣子 走過去 我就 是我看錯嗎 我想說算了 應該不是 後來我就跟工作人員講 然後就有個男工作人員說 他看到一個穿藍色洋裝女生 從裡面走出來 這時我就覺得好算了 我也沒放在心上 過了三個月之後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欸 你身後有 跟一個女人 那我一個朋友比較厲害 我道行不夠深 我帶你去給他看看 看你身後狀況怎麼樣 我就問 我說男生女生 他說女的 我說那穿什麼衣服 什麼樣的外型 他說是漂亮的女生 他穿著藍色洋裝 跟你大概有三個多月左右 對 後來我就問老師說 欸那個他還在嗎 他就說 他還在 他一直跟著 那剛剛我問惟毅 惟毅也說 他還在 沒有就是題外話 題外分享 他還在 這馬子 蛤 他說最後一次 他說最後一次 對 好 那我就 開始分享故事囉 還沒開始嗎 還沒還沒 真的假的 那我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 大學迎新的時候 不是通常都會有一些活動嗎 叫做夜教 就是會帶著學弟妹去繞一些 可能山上啊 或者是去一些地方 然後可能 對 會有學當姐扮鬼 或是你有一些任務得完成 那那個時候剛好有一個女生 她們家裡面是做佛具的 然後也有在做一些 直殺人啊 網傳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 那時候他就說 欸還是 我從家裡帶幾尊金銅玉女來 可以就當作任務內容 或者是可以在學當姐帶著 那後來反而就帶了 那果然過程當中 其實夜教還蠻順利的 因為過程當中有點蠟燭啊 可能有地方撒個名字啊 然後最恐怖的是那個金銅玉女 就一路跟著 那後來就有一個學妹哭了 哭了之後就說 就是她很害怕 是因為她在金銅玉女後面 一直看到有一對男女一直跟著 大家都知道她有陰陽眼 所以大家就覺得有點毛 那學長姐也其實有點毛 那那個時候就剛好就是有 不幸寫的學長 就說啊 怎麼可能會有鬼 我才不相信 Anyway呢 就是最後夜教結束了 當天晚上就是學長姐們 就很開心啊 喝喝酒了 然後那學長喝喝 欸不是啊 為什麼有一對男女 一直站在窗外看著我 那是誰 是學弟妹嗎 這時候大家就突然安靜 因為她很想喝 後來那學長就覺得 哪有怪怪的 然後算了 應該是酒喝多了嘛 OK他回房間 然後一睡之後呢 就很熟 那他在夢裡面就夢到 他在走夜教的那一條路 路上就是有一些例子 有一些倒著的 的骨灰木 走著走著 他看到了一棵樹 那棵樹呢 就遠遠看到兩個椅子 結果一走近看 發現是一男一女 掉在那樹上 他就走到了那個 掉在那邊的一男一女的下面 這樣往上看 突然之間 那兩具掉在樹上的男女 突然就這樣掉了下來 他就被嚇醒 然後就覺得 哇靠 怎麼感覺怪怪 因為掉在樹上那對男女 好像長得有點熟悉 有些靈體 有些靈體 在那邊 然後就這樣 有些靈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